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7月23号星期二 大家好 任答好上一次被刺 我们录了一个视频 我们从国内给老领导修脚的消息 说是因为居然之家他们拖欠工程款 然后有人诚心想把事情闹大 就特意找到在他们开盘的时候盛大典礼 最热闹的时候找到人 然后在上面就是领导上台讲话的时候 然后冲上田要当所有人 当着所有媒体新闻记者在面 就是说本来是闹大 闹大之后 然后当时我分析的任答华也是倒霉 因为他就是说你要闹大 我就统上名气最大的 对吧 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对不对 我觉得可能就查查他去了 但是未必是针对他 对吧 因为如果真的是私人寻仇的话 我说可以 就是说半夜你从酒店出来 或者是哪儿 倒霉人的时候下手 对吧 那事就真的来要你命的 对不对 这种就摆明了 来就是说行为艺术 做广告 差不多 是不是 那很快公安机关就破案了 因为在中国你要寻求真相 不还是看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破案了 在当天的晚上 就做出来的精神鉴定书 精神鉴定结果 这个凶手有神经病 精神病完全就是说 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然后第二天任南华也表态了 说不再追究凶手的责任 这案子就了了 对不对 捅了的精神病 被捅的不追究了 结案了 一天就结案 快不快 快 通过任答 任答华这个案 你要想起谁来了吗 想起张寇寇 张寇寇就是说 20年前 他母亲被人给打死了 20年之后 为母报仇 张寇寇 他父亲 张寇寇在7月17号 今天是7月23号 对吧 7月17号的时候 他被执行死刑了 执行死刑的时候 他父亲说 说什么 就说 有人给捐款了1万多 他父亲自己手里有点钱 然后再找别人借的钱 就凑了15万 给张寇寇做精神鉴定 就是说张寇寇是不是有精神病 怎么干这个事 知道吗 到张寇寇判决下来了 执行了死刑了 到现在你看怎么着 精神鉴定书到现在没下来 就是说张寇寇到底是不是精神病 到现在不知道 任拿华这案子 当天晚上精神鉴定书出来了 也不需要15万 也不需要钱 也不需要时间 直接告你这是精神病 我鉴定完了 张寇寇到最后 他是18年犯案 到现在19年了 对不对 一年多了 到现在交了15万 精神鉴定书没出来 是不是精神病 不知道 为什么 中国是这样子 因为你要 如果是精神病的话 就要就是说 他没有刑事赔偿责任 对不对 他不能负这刑责 对不对 这种情况之下 可能就会免去很多的这种 就是说形式上的罪责 那么这个人是不是精神病 由谁说了算 如果现在国外的话 就医生说了算 在中国你叫谁说了算吗 领导 领导说了算 领导说了这是精神病 要想办法把这个事摁下来 当天晚上就可以说 他有精神病了 不需要大夫 是吧 一般据我所知 在美国 你找一个心理医生 给你做一个 比如说精神分析或什么的 知道吗 最短最短的 然后我查了一下 最短最短的 也差不多也得60个小时 也就是说 如果一周见一次的话 一次两个小时 也差不多得是30周 60个小时 才能做一个精神分析 就是你精神到底怎么样 你知道吗 长了的 甚至像弗洛伊德那种 弗洛伊德 你读过弗洛伊德梦的解析那书吗 你想看他那书 他有很多的病人 是他追随了他几十年 知道吗 而且长期的 但是他都会记笔记记下来 而是他没事还去翻 这些病人的病例 就是这些病人都小的时候做过什么梦 跟谁发生过什么关系 怎么回事 他这几十年都都危重下来 就是他认为需要8000个小时 就是真的 你了解这个病人的话 你需要8000个小时 那可能就是几十年的时间才可以 我们不需要 一天晚上领导说一句话 医生一千字 精神病了 张寇口为什么到最后 不能决定 他是不是精神病的 知道吗 领导犹豫 领导犹豫了 医生也不知道 医生说领导没说 我怎么知道 对不对 所以到最后张寇口这个事 到最后人都死了 也不知道 然后张寇口现在火化了 火化了之后 说让他父亲叫张福隆 让张福隆去拿骨灰 他父亲说我不要 他为什么 他说这是冤案 我不服气 知道吗 我不要 以表抗议 不要骨灰 骨灰现在不知道 然后张寇口的父亲张福隆表示 说杀人凶手还在 说当年打死他母亲的 不是 张寇口去了之后 对方把王家 王家有父亲和三个儿子 就是说当年 他们认定了 打死他母亲的 是老二打死的 但是老三 当时年纪轻 只有17岁 未满18岁 所以让老三去顶罪 因为他未满18岁 所以就轻胖了 只胖了7年 然后做了三年半 就出来了 然后他们说 老三是去顶罪的 不是老三打死的 是老二打死的 然后他儿子 张寇口去报仇 正好老二没在 把老三和老大打死了 然后先是老三和老大同死了之后 又去家 把他父亲给同死了 等于一家 除了老二没同死 都同死了 但是他父亲 现在就一口咬定 死的都不是凶手 是老二打死的 一会咱再说 咱再看王家怎么说 我一直都说 就这种事是这样子 就是说双方打起来了 你要是听两边说完之后 你就觉得这不如一件事 你知道吗 咱一会咱先说王家 咱先说这个 然后张福荣 他父亲也挺悲哀的 他说去见了张寇口死刑之前 张寇口就说了一句话 他就说爸爸没事的 还安慰了他一下 我觉得反正最起码 你从上能看出来 我觉得张寇口 精神上来讲 不能够说有重大疾病 你说有没有一些心理的 一些小的心理问题 我觉得是有 但问题是怎么说 就是说你按照美国来讲 多多少少兜点心理问题 你说是不是 我有点心理问题 天天老自己为事 陈牛逼 也是有时候有心理问题 但是反正 我觉得就通过他最后临死 还能安慰他父亲来讲 我觉得怎么说 他还是就是说具有负刑责的能力 所以说你想说他是精神病不负刑责 我看也是不行 所以他最后这个事 有个人觉得他执行死刑是不对的 但是我说的实在的 他就是当街同死了三个 当街同死两个时候 去人家里同死了一个 就这个行为本身来讲 判死刑也收得过去了 咱说的实在的 当然有人就强调 说你美国以前有一个父亲 他儿子被人家给性侵了 性侵之后 把罪犯抓回来在机场的时候 他掏了枪 被他自然打死了 然后法庭的最后算是缓刑 就把他给放了 你知道吗 就拿这个作为一个说法来说 说你说这种报仇的话 就不应该判 你看人美国就不判 对不对 但我要说是这样子 他如果光是把老三捅死 咱都可以轻判他 但是你把他哥哥和父亲都捅死了 我就觉得这个有点多了吧 就好像你美国比如说我去了之后 我的机场我把凶手打死了 然后又去凶手家把凶手的什么老婆孩子打死了 那就不行了 对不对 所以张寇来讲 我觉得杀了三个判死刑 我觉得是合适的 从这个事来讲 我觉得对张寇判死刑这个事 我比较一个态度 就是说通过这句话 我认为他精神上没问题 可以服刑则 通靠他杀了三个人 这个行为来讲 我觉得判死刑也是说得过去的 而且如果你要是一口咬定 是老二杀的的话 不是老三的话 你把老大老三父亲都给人打死了 你别叫怎么回事 对不对 你没朝凶手去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就是说对张寇判死刑 从我来讲 这是我的态度 好吧 然后就说到他大儿子了 说大儿子当时的时候 是什么庙备 是吧 大备 大坝 庙坝 庙坝乡的 庙坝乡的政府 任党政办的主任 后提拔为了庙坝乡的副乡长 当然这个事 后来王家老二 对此也有他的看法 一会咱们再说 然后还说 就是说后来 为什么过来20多年就闹起来了 他说 就是说张寇寇回家之后 说要盖两层的楼房 想要结婚 然后就去说梅 然后说王家人从中作梗 他们找人去女方的家里 胡说八道 然后为了张寇寇就翻词了 为彻底动了杀心 还有一点 就是说当年把他母亲打死了之后 说当时判赔9000多块钱 再加上放荡费 可能有个1万多 到现在张家表示没拿到钱 知道吗 他说我现在60多岁的一个人生活 要养老 我到现在没收到钱 对不对 他说你得给我钱 他说我也没收到过道歉 他说他们也没道歉 也没给我钱 把他们的老婆打死了 把张寇他妈打死了 这个来讲 王家的说法又不一样 咱们一会咱说王家的 然后还有他儿子 就是说 他儿子的就是说杀了人 当天的晚上 他就跑了 他说他就跑了 他说我不跑不行 我要不好的话 他们也得把我弄死 知道吗 所以就没赶回来 说事发几天之后 还有人到我家来 说我家还留上脚印了 说我报警了 警察也不来 警察不管不处理 也不来取证 也不理 说实话 就这个事来讲 我觉得警方是有一定的责任的 中国就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警方 如果我觉得警方是公正的 司法制度是公正的的话 出了问题 不会再发展成其他的问题 一旦发展成其他问题 就说明什么 就说明警方不公众 有一方就是说觉得我很冤了 我委屈 对不对 而且对警察 对司法是完全的不信任 您口我自己来 我也不找你了 你知道吗 我找你没有用 就是这个意思 我不知道张扣 他父亲说的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的话 警方就有责任 你甭管他们互相杀杀 怎么着 如果有人到他家来了 还有个脚印 还在私闯民宅 你警察该来取证 还是你取证 该的话得调查 一个案子归一个案子 对不对 你不能说这个案子 你们杀人那么多 我们不管你 你死活 不管你不能这么搞 对不对 你不是黑社 我就说中国 他整个给你感觉 像一个黑社会统治 而不是依法治国 同这事你就能看得出来 你知道吗 一个人到底是不是神经病 这个时间可长可短的 你知道吗 快乐的 当天晚上就能鉴定 慢了的到现在也鉴定 一年多也鉴定 鉴定不了 所以就是中国 我就说中国的法律 就跟个猴皮筋一样 那么高兴拉这么长 不高兴团团团射球 你知道吗 这个空间太大了 好吧 然后咱们再看看王家的说法 王家首先来讲 就是说几个事 第一个说当年打死的 就是老三打死的 王家说什么 说的是王家他的母亲 和张克公的母亲 两个人吵起来了 吵起来之后 他说我说了几句 说了几句之后 我本来男的很难不跟女斗 我就数着他几句 数着几句 他要登迪的上脸 他上来叫我 抓着我 打我 知道吗 还操我吐口水 知道吗 口水都吐在我脸上了 然后他就说 我就打了他一巴掌 然后他追着我打的时候 刚开始他的承认 是他先跟张克公母亲 就打起来 但是他是动着手 他说我抽了他嘴巴子 知道吗 但是张克公母亲 就追着打他 追着打他之后 他说老三 我那么一喊 老三从屋里出来 老三年轻气盛 只有17岁 拿个棒子出来 就给了他一棒子 你知道吗 说当时 给了他一棒子之后 说他们这不是第一次吵架打架了 以前他也打过 说每一次你弄他 知道吗 他打死人了 就开始就搞这个 知道吗 他说这次又是打了一棒子 他躺在地上了 不行了 受不了 完了之后 他们说怎么办 他说是一个悲剧 他说为什么 他说当时的确 他说承认我们农村一聊天也不好 我们等了半天才叫警察 一看他叫警察 叫医生 说医生来了 后来就有车来了 说等了好几个小时 中国就这样救护车 你看他那年代就更慢 九几年的事 好像96年 知道吗 车子来的特别慢 等了好几个小时 说车来了 说车来的时候 当时看他觉得他没事 为什么 说刚才还躺在地上 等车来了之后 他自己就站起来 就上车 跟着医生就走了 所以本来已经没事了 结果到了医院之后 他说就算了 他就是说医生也有责任 他这意思 医生也有责任 到了那之后 医生治的也没太晚 要当回事 就耽误了 你知道吗 我有一亲戚也是 我跟你说 我有一个亲戚是怎么回事 稍微跑点蹄 就说中国的医疗制度 我一个亲戚 离我们住院还挺近的 他就是把肚子吃坏了 然后拉肚子 拉肚子在家 就拉了好几天 到了最后 就是说实在是不行了 知道吗 本来觉得拉肚子 自己吃 像要忍忍就过去了 就拉多点脱水了 脱水之后就不行了 不行了 一看他怎么打电话 叫医生 那个人才50多 很年轻 身体也还行 你知道吗 没把它当回事 就觉得不就是吃坏 拉肚子 然后就打电话 救护车来了 救护车来了 好像量血压也不什么 说现在不能拉 有危险 说我们有规定 你到多少才能够上车 但是看他的精神状态都特别好 知道吗 当时那天我跟你说 他怎么知道 我还去了 那天我在现场 怎么回事 他们不是说 他闺女当时是在外地上学 知道吗 所以家里没有人 就给我们打电话 叫我们去帮忙 我们是年轻的 小伙子去给帮忙 说是帮忙搭一下什么的 我也跟着去了 当时去了之后 看他精神状态特别好 没什么事 他说反正躺了好几天了 特别难受 就吃坏肚子 护士来的不知道是医生的护士 反正就说 丁尼打也不是 身上腺素肯上打那种针 反正打完了针了之后 你就是说好像脉搏 什么心跳都稳定了 才能够给你上车 就打了几针 打了几针 等了一会 然后再测什么血压 什么的都稳定了 然后这时候来 上三架就抬 我们还跟着一块抬 他没有电梯 那时候老楼 他们住三楼 我们一块几个人 一块给抬下去 我们也搭着跟着抬 抬人就送医院了 到了医院了 大夫也没当回事 进了急诊室 中国那急诊室 你知道吧 也是你进来了之后 说是急诊室 也是在那等着 你知道吧 也是排队 在那等着 等着 就没当回事 过着一会人不行了 然后大夫赶快过来抢救 没了 就快死了 知道吧 当时没那么决定 怎么回事 后来现在想想 不该打那两针 拿两针给 他身体太虚了 知道吗 其实应该打一针 当时打了一针 过了一会儿 量不行 又看他怎么办 又打了一针 不该打第二针 打一针可能就没事了 拿了两针给催死了 他就老拉 天天都没怎么吃东西 又待了一个礼拜 身体太虚弱了 那两针 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反正跟兴奋剂似的 可能是就给弄死了 所以就别提了 中国医疗制度就这种回事 张寇侯这母亲 我听她这意思 我觉得也是 医疯 急救不及时 如果跟美国 美国你看咱们上次那儿 不撞了一下吧 你看没有5分钟10分钟 救护车 然后消防车全都到了 对不对 迅速的送医院的 你也就没事了 对不对 可能也就抢救过来了 张寇他母亲王家这二儿子 那意思就是说 在这儿都在地上先躺了 好多个小时 到了医院 又耽误 反正最后是活活的 是医疗 他认为是什么医疗事务 不是给打死 你知道吗 我 咱两边我都不认识 哪边钱我也没拿 但是我觉得他说这个有一定道理 就中国这种事我见多了 知道吗 不至于说一棒子 就当时打死了 就是耽误了 我觉得是耽误了 然后他就说 还有关于他大哥 刚是不说他大哥是什么干部吗 他说那20年前还没当干部了 那时候刚工作三年 怎么可能当上那么大的官呢 说当官是后来 知道吗 后来一点点提拔的 他说都是十几年之后才当上干部的 但是张家就一直就认为 也是他们乡里有人 他就是说 他说最对不起的是大哥 说为什么 当时吵架的时候 大哥也没在 你知道吗 大哥根本就没在 大哥不知道这事 他父亲还有他 还有老三当时都在 打架是他先跟他妈动了手 老三过去一棒子 老三过来来帮忙 给了一棒子 打死了 父亲当时也在 他说你说我们几个人被捅了 你就认了 我们当时都在哪 但是大哥从上也没在 后面处理这事 大哥也没帮上什么忙 大哥那时候也是刚固执三年 二十多年前 所以反正你要听他说 就这么个意思 我觉得他说这些 也有一定的道理 然后就是说 让老三甭管是出来顶对 还是怎么着 我觉得 怎么说呢 反正我觉得王家这老二 说了一句话说的对 他说这个事两家都是悲剧 没有影响 然后双输 我觉得真正的 罪魁祸首应该是中国的司法制度 不过 但是老二说了有一句话 我不太能接受 他说什么 他说提起刑事附带的民事诉讼 在最早的时候 对于张扣扣 但是开庭的时候 他们就去了 说张扣扣父子 不但在当庭就表态了 不赔 没钱 赔你个屁 知道吗 还想停上职了 他们就破口大骂 说你小子运气好 本来要把你一块宰了的 知道吗 结果你小子跑了 你一样不跑那天 把你一块宰了 你小孩正好你没在 知道吗 赶上了 然后他说 他那一气之下 就撤回了附带民事诉讼 知道吗 我觉得这怎么叫被骂了一顿 你敢打官司 打官司 我觉得我 不是太能理解 反正现在张家的父亲 还有他都放狠话 张家那父亲说的 你让他放马过来 我就想不怕他 他赶紧他就宰了他 王家 然后还有人去王家挑拨 跟王家说 张家那父亲说了 说的你才是凶手 你没死 这事不算完 王家说 拿来 我现在还怕什么 我们爹我哥都死了 拿来 我跟他拼了 现在我跟你说 这事会不还不定怎么着 他们往上双方都在 我觉得中国的司法制度 就是死了这么多了 应该死了多少 死了5个了 对不对 谁把张浩他妈弄死了 张浩咋的仨 张浩现在被执行死刑 是不是死了5个了吧 我觉得5个都算是被害者 连张寇寇也得算被害者 其实他也是就是说 怎么说呢 被无关的就卷入了这么一个悲剧里边 对吧 到了这种情况之后 我觉得当立的司法还是 就跟你形同虚设 如果一点一点用都没有 我基本上我认为就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通过这个 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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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盈颖 张盈颖 张盈颖在美国 就是说被一个男的 就是说骗上车 然后弄回家 然后都给 好像说是先奸后杀了 对不对 我觉得也是一个悲剧 但是美国的司法制度 我觉得最起码整个的 这个审理过程来讲 让我们明白一点就是什么 就是说他最少给了你一个真相 就这事怎么发生的 而且对于张盈颖的凶手 这个凶手可以说是罪大恶极 对不对 就是说他最后没有判死刑 判的是无期徒刑 说实在他判死刑的话 也是自有应得 对不对 但是最后没判死刑 最后好像12人的陪伴团 是10个人赞同死刑 两个人是赞同诸身监禁 但是在美国判死刑 就必须的是陪伴团一致通过 陪伴团最后没有一致通过 实际上你要发现 你要说10个和2个的话 那是多少 差不多90% 差不多吧 对 差不多超过90%的 都是支持了死刑 对不对 但是美国让连10%都不到的 那两个人来 影响了判决 对 影响了判决 让少数反而去决定多数 对吧 为什么就出于对死刑的这种尊重 他最终没有判死刑 但是现在很多人都觉得 他应该判死刑 不判死刑就冤枉了 但是他判的是终身监禁 并且不得减刑 你知道吗 所以按照这个判案来讲 他应该在监狱里待一辈子了 知道吧 那么有的人就有一种观点 就觉得这个罪犯在监狱里待一辈子 受的苦 遭了罪 比直接判死刑 一了百了可能还多 还多 因为美国监狱是这样子 他监狱它是分级的 重刑犯 轻刑犯 什么商业罪犯等等的 我知道在纽约 有那种就是上面给关华尔街这帮孙子 你知道吗 一个监狱好像离纽约比较近 说监狱里还有网球场 没人还能打个网球什么的 还挺好 但是他这种就是属于先奸后杀 这种肯定是重刑犯 进的是级别最高的监狱 那种监狱的条件一般来讲 就都比较糟糕的 而且里边的狱友们也都比较 有拉帮结盘 互相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说的有一定道理 我觉得他真的要判死刑 没准还轻松一点 我觉得坐牢可能更痛苦 就其他的不说吧 你就是反正很绝望 你在里边坐到死 对吧 一定要坐到死那天结束 等于坐在监狱里 不就天天就等死 是不是 我觉得也很痛苦 但是就是说从头到尾 从审查到调查到取证 美国的警察是一步一步的做的 是非常非常的认真 而且就是说从程序正义上来讲 是做的非常的公平公正公开 对吧 我们可以确定一点 就是说张明颖这个案件的凶手 绝对不是被冤枉的 对吧 警方拿出来了非常非常详实的证据 来证明这点 而不是说出了这个案子 我必须要交代 我随便抓一个人回来 对吧 人家对待这个东西的态度 是公正的 那么他最后被判处了 忠身监禁的 双方都尽力了 双方的律师都尽力了 张明颖他们这边就是说 算是公诉人 刑事案 这种公诉人 也是检察官的 也是尽了全力了 是谋求死刑 那么最后陪训团 12个陪训团 最后有10个支持 两个不支持 无论如何 就是说你这事 你也不能推贷法官 对吧 张颖这边可能是不满意 但是你最终 你也不能推贷法官 你也要接受 因为整个他的司法过程 非常的完整公开公正 对吧 那么我觉得这边来讲 虽然不接受 但是可能也不会采取 就是私人去报复 因为他觉得反正 在法 就是说法律给了我一个交代 我觉得最起码是这样子 对不对 倒过来 你来看中国的案件 没有 说实话 到现在 也没有 当年到底是老二打死 还是老三打死的 警方能给个交代吗 给不了 到底是谁进了张扣扣他爸爸的房子 留了脚印的 警方能给个交代吗 也给不了 将来王家的二儿子和张扣扣的父亲 两个人会不会再没安没了 在泥桃窝桶你会不会呢 不知道 到现在 王家 王家的二儿子说 当前那9000块钱 9000多 再加上双赖费1万多 都给他了 王家那父亲说 我一块钱没拿着 最后到底给没给 你既然是法院判决的 有没有执行的话 你法院得有记录 对不对 你法院判决 他赔9000多块钱 这边说给了 那边说没鬼 你法庭是干什么吃的 对不对 你这个事你得说清楚 对不对 你法院得说清楚 到现在也说不清楚 你就说 就中国这种偏远乡村 就这种罗罗纲的事 你知道吗 到了最后也没有一个真相 也没有一个公平 也没有一个正义 经常我们都说什么 正义只会迟到 永远不会不到 到现在 我都别说正义到不到 你能给我一真相吗 就我们的社会制度就是这样 你知道吗 咱先说 然后很多人就说了 说张扣口是低端人口 挣不着钱 他父亲也是 都是那种 在乡里边都是没有身份 没有地位的 被欺负的 知道吗 所以没有真相 就没办法 但是在中国 如果你是体面人 你有钱 你有身份 你有名誉 你有地位 你就不会收到这种地位了 所以很多人 很多人就说的 那些都是loser 对不对 我们这些人不会的 但郑达华呢 郑达华有钱吧 有名吧 他哥哥最高的时候 坐到香港警署的 就是说 就是相当于第二把交语的位置 对吧 好像副警师 是不是 可以说黑白两道都是这样吧 在中国被捅了 当天晚上说神经病 第二天他就说不追究了 为什么 任达华都没有真相 任达华都没有公平 都没有正义 还他妈谁保护谁 中国在这就这样 凑过吧 好吧 今天就就到这吧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